小说 傲风 作者 风行炼 我是赤 精彩 马上开始 第1100集 替身傀儡是一种远古炼金之物 和换气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有的功效比换气更诡异 更可怕 不过这个东西属于消耗品 只能用一次就失去作用了 所以并没有换气来得实在 远古魔法时代的文明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 可还是有一些东西 从大陆各地的远古遗迹之中发掘出来 远古时代的一些技术便流传了下来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炼金术和药剂学 这些纯技术的东西 并不需要魔动元素支持 只要配方材料和制作手法 现今诸神大陆上也有各自的体系 星级算法和炼气师一样 现今诸神大陆上所知等级最高的药剂师和炼金师 便是十二星药剂师和炼金师黑凤凰云士天 他曾以一瓶十二星大君王级药剂为拍卖品 创下了诸神历史上拍卖会现金交易的最高记录 远古一记毕竟不多 掌握了这些东西的远古炼金师和药剂师极为稀少 等级也都不是很高 高薪的炼金物品和药剂属于昂贵的奢侈品 南部联盟里几乎很少见到 却连秦朔和青叶都没有注意到 康丁居然已经借着替身傀儡逃走了 我去 这康丁居然丢下儿子自己逃命了 厅内 众兵客纷纷露出鄙夷之胎 又看了看地上的康维多露出怜悯之色 唉 这康维多也真是够可悲的 诸神大陆上 一向重视荣耀 愉悦生命 不战而逃 本身就是一种让人不齿的事情 而康丁居然还丢下自己亲生儿子 自己跑路 这就更让人瞧不起了 经此一意 康丁的声明绝对大大降低 从此以后再也别想 在盟主圈子里抬起头来 真想不到 康丁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 康维多少爷 看样子没爹药的人 不是我 而是你呀 我老爹赶来了 你爹却跑了 这倒也够讽刺的 康维多满脸死灰 虽然他受伤过重 躺在地上不能动弹 可意识还是清醒的 知道自己竟被父亲抛弃了 他只觉得心中一片冰寒 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 似乎是非常不甘心 天下监禁还有这样的父亲 今天我秦朔算是开了眼界了 秦朔满脸不屑地冷笑出声 要是我家小枫儿遭遇险境 我就是死 也会抱着我儿子先走 他倒好 自己跑得快 留下儿子遭罪 看了地上的康维多一眼 秦朔神色淡淡地接着道 小子 下辈子投胎 记得留心着点 别再找个这样的爹 让我想为小枫儿出死头 都觉得嗓心 话音一落 他屈指一弹 一缕金色的火焰 从指尖跳出 嗖的一声射到了康维多身上 康维多两眼瞪大 只来得及发出一个嘶哑的音节 整个人便在这股火焰的灼烧之下 化成了一缕烟尘 对这样的人 秦朔自会斩草除根 免得下次他又蹦出来 张牙舞爪 找傲峰的麻烦 因此杀得干脆利落 一点犹豫都没有 眼看着身为难连七少的康维多 就这样突然陨落 在场的众多宾客 忍不住一阵唏嘘 康维多 这就死了 嗯 死了 那家伙好歹是 萨瓦多议长的侄子呀 秦朔大人竟然真把他给杀了 实在是 说话的人 声音停在这里 也不知道 后面该接什么词汇才好 他们只觉得 这个男人 实在是已经无法形容了 只一点 在场众人 如今对秦朔父子 是万分敬畏 想来日后 再也不敢有不长眼的人 去招惹傲峰了 小芳儿 这下不生气了吧 秦朔 理都不理旁人的看法 呵呵一笑 宠溺地摸摸傲峰的脑袋 手掌一翻 又拖起一团 银白色的能量团 到傲峰眼前 这是那个家伙的魔神祝福之力 你快炼化掉 就算是老爹这回重新见到你的界面里吧 老爹 你真是太好了 奥峰接下来那道祝福之力 欣喜地笑了笑 感动地握了握他的大手 其实秦朔 完全可以事后再解决康为多 不必闹得人尽皆知 毕竟这无异于 当众打了萨瓦多的脸 对洪峰军 接下来在联盟大会上 立足霸天同盟很不利 然而 秦朔见不得傲峰 受一丁点委屈 他就是要告诉天下人 他是他的宝贝 谁动他的宝贝都得死 所以才这般肆无忌惮地 公开击杀了康为多 杀鸡敬猴 也许是看不过眼 俩父子继续这么腻歪下去 在众人短暂的议论之后 清玄终于走了出来 朗生笑道 秦峰兄弟 恭喜你们父子团聚 众人也好似被提醒了一般 连忙各自向奥峰父子恭敬行礼 齐声贺喜道 恭喜秦朔 秦峰大人 恭喜恭喜 父子团聚啊 秦朔 方才展现出的实力和气势 已然彻底设服了众人 在场的宾客 虽然都是南部联盟的上流人士 但在他面前 却也不敢有分毫拖大 这个礼行得很是郑重 哎 大家别光顾着我们父子啊 今天的寿星 可是清叶陛下呢 秦朔终于把手中的奥峰 放下地来 又转过身 对清叶父子 点了点头 打扰了陛下寿宴 秦某在这里 向二位赔礼了 我接小风儿 承蒙两位照顾 秦某感激不尽 哎 秦朔大人客气了 哪谈得上照顾啊 只是有缘和秦峰兄弟 一道行走了一段 遇上问题 还是他自己解决的 清玄笑了笑 又故作生气地 挑起眉头 瞪着奥峰 秦峰兄弟 你还真是真人不录像啊 有这么个厉害的父亲 竟然也不告诉大哥我 哎 瞒得我好苦呀 哪有 傲峰无辜的道 我明明有和你说过呀 我家老爹也很彪悍 而且也答应 要为你引荐了吗 可你没说 他是秦朔大人呀 清玄持续瞪视他 哎 你这小子 别给我说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 在新火城 你就说要去找父亲 想来是知道 秦朔大人的情况的 那你为什么 不早点说出来啊 刚才他们那样说你 你也不提 还非得秦朔大人赶来 如果你一早亮明身份 这康丁一家 又哪敢找你麻烦 文言 奥峰摸摸鼻子笑了 秦朔也笑了起来 一揉他的脑袋 秦朔欣慰又郁闷的道 我家这个小东西啊 就是这点让我操心 总不喜欢倚仗别人的生命 被人欺负了 也闷不吭声的 只想凭自己的实力解决 非得我火急火燎赶过来 不过 若非如此 他也不会有今日的成就了 奥峰也望着他眨眨眼 老爹不是也喜欢我这点吗 难道要像那个康维多 整天只知道嚷嚷 自己有哪个父亲母亲叔叔 别人的总归不是自己的 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想要让人真正尊重你 就要自己成为那样的强者 父子二人相视一笑 默契十足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